去的发球擦网 马林一可能还有一些不适应 水平比较高的 因为这两个人 从罗斯科夫来说 他打过世界背着弹打过 世界的双打过 德国队来说 全是最好 但是他们德国朋友反应也是很好的 然后就是也马不停止 最后五天来说也没有进行系统训练 所以从技术上 每个比赛都非常重视 每天晚上打完比赛时来说 我身心上都是很平 马林接着爬球 他原来打法打破里面是世界比赛前四名 他从开始入门打直板的比较多 因为直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体校 或者送到 所以我们觉得 想能把训练的路子找对的话 如果你的打法多的话 他要准备销球 他要准备销球 对 如果左手他要准备销以后 这个对手跟那个队 这个选手跟那个选手也觉得有意思 对 好看 就是说他参加的选手很多 对 基本上美国要的能力 所以这种比赛 即使现在这个创新 要形成草原华也大 我们世界过了 马上站不住脚 从马林也好往 他们把技术 原来就是他用弧弦球来对付 对吧 用群防 这个打法 丰富了这个打法 搬手 他们打中国选手还是有一些心得 出台的拉起来 他在台内的他也是披肠 这个出手比较突然跟 发球前功连在一块 然后把球拉起来正手 包括球管的这个 球管的硬度啊 海绵的硬度厚度啊 所以现在的运动员还是在打 当中的对胶水的这个这个 有些化学物质啊 对人身体不好 嗯 最先开始也是从欧洲运动员开始 所以现在是一件好事 所以因为合法从成年里头 从王军会 现在研发工作还在进行 所以目前机球的效果来说还 它是出发点并不是说的完全运动 当然我们就觉得这个既然改了规则 规则比赛规则 我们用人科普训练 用心作业 嗯 中国冰花球 有高水平的群体来说 我相信从先胜一局 接下来是马林是11比2 11比9 11比3 乌是11比9又搬回一局 现在打比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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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球 这个推党来说 它是很聪明 嗯 切 一九 为二零零提龙世界男子乒乓球争霸赛 这是第三场 俄斯科普服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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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酒精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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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